Mountain Boucherie酒庄 坐落于美丽的 Okanagan河谷的Kolona 这里是高尔夫 滑雪 钓鱼 狩猎和品酒的圣地 Mountain Boucherie酒庄 拥有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葡萄园 酒庄的红白葡萄酒 在世界各地的比赛中 不断获得金奖 产品畅销加拿大 今年夏天 Mountain Boucherie新建的品酒体验中心 和高尚西餐厅将落成开业 我们会在这里等着您 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 上周启动 针对入境旅客的 强制集中隔离计划后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二宣布 从14号午夜开始 在全国范围执行相关计划 同时 加拿大首席卫生官也证实 集中隔离期间 旅客的酒店住宿等费用 将由联邦政府承担 由于目前加拿大新冠肺炎死亡病例中 有超过一半是长期护理中心的长者 隔离计划也特别要求 不能与长者在同一空间内隔离 另外 官方反对党联邦保守党 指责特鲁多政府 在1月初收到来自加拿大军方情报部门 针对本国可能爆发疫情大流行的预警 却迟迟没有采取行动 导致加拿大错失 应对疫情的好时机 西尔敦促 国会在4月20号重开 以便更好的监督联邦 对各省的医疗防护物资分配 以及更有效地落实各项紧急援助计划 联邦卫生部证实 一款有华裔主导 加拿大本土设计的便携式新冠病毒检测装置 在本周就会投入使用 将会优先发放给机场 长期护理中心等设施 而这款便携式的装置 最快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就检测出结果 凤凰卫视组客群武警黄山 来自温哥华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